有關於憲法訴訟法的事情 你們該展現的誠意要展現出來 上一次在委員會怎麼審查的 寒夏休息 我有事離開 回來 我把會議記錄掉出來了 二三十個條文根本沒討論啊 趙勢百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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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趙勢百言通過 半句討論都沒有 我剛剛說了嘛 你們是有幾個委員在場 我已經很認真負責的在那邊討論法案 結果喊休息 我說好休息 我離開一下 結果我沒想到休息時間這麼短 我15分鐘回來以後 人是全非 整個法案通過送出委員會 會議記錄大家回去看啊 我絕對不會亂講話的 整個法案我從第一條坐在那邊跟大家一起討論 現場是有幾個委員在場 你如果要因此指控我不認真不負責 我絕不接受 現在不要再說這個啦 不好意思 我講話可以講完嗎 你為什麼每次都這樣 你講話的時候我何時插嘴啊 我沒有插嘴的意思 沒有打算你的意思 我沒有人這個想法 大家親民契合嘛 好啊 大家就分問求 大家是在說什麼 現在說我們都是嫌疑的建議啊 因為學商要好好每一條都談 我們都沒有意見嘛 說我意見就不能分問求了 那個說明那個處理完啦 來啦 兩個法案處理完啦 再走啦 好不好 沒關係 那 那 那是來談 那是來談 那個說明欄先給大家看一下啦 接下來要怎麼樣去評斷 他這個意見之價值之本身 當然就是交友大法庭的法官來加以決定啊 抱歉 那如果說好他揭露不實 可是事實上是事後才會發現嘛 因為否則你在當時你不會發現他揭露不實 可是那個意見已經形成了 所以呢 譬如說他的意見被採 那後來才發現說他其實是 哪個被 就是出很高額請他去寫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以回到說 這個所謂的適用法規 有錯誤去提 沒有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在 訴訟法裡面 不是用適用法規限有錯誤 因為唯一判決基礎子 重要 裁判資料 有重大的欠缺的時候 在目前民事訴訟法是規定在496條第一項 第七款第八款第九款 包括證人鑑定人 他們為虛偽之陳述 為不實之鑑定 而那個意見真的 變成最後裁判之基礎 也就是足以影響裁判之基礎 之證物有偽造變造 證詞有虛偽之陳述 鑑定有不實之意見的時候 在目前的訴訟法當中 本來就把它規定成是再審的室友 加油